我要撕碎你的作业 你 我还要拆下你的客桌 黑暗哥哥 你太过分了 我要去告诉老师 哥哥 大宝要跟老师看我的桌 大宝 你好小气呀 可可还是个孩子 就是啊大宝 你也太小气了吧 可可 我们走 我妈妈今天做了好吃的蛋糕 小贝 快来尝尝妈妈做的蛋糕 好香啊 妈妈做的蛋糕最好吃了 哥哥 我想吃那个蛋糕 等我 小贝 你不是说要请我们吃蛋糕吗 差一点就忘了 等我把蛋糕分一下 黑暗魔王 你怎么把蛋糕都抢走了 不是你请我们吃的吗 难道说 你要反悔 可是 我没有说要全部给你们 小贝姐姐 你未免也太小气了吧 不就是一块蛋糕 就是就是 请朋友吃块蛋糕还这么小气 我看 你根本没有把我们当做好朋友 我 我 你们太过分了 小朋友们会给你打零分的 我们黑暗家族 本来就是做坏事 小朋友们 才不会给我们打零分的 小朋友们最喜欢我们黑暗家族 他们都会加入我们 你们太过分了 呵呵呵 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姐姐吧 哈那里有好多玩具 我们把它抢过来 小精灵 快出来 小贝妈妈 小雪妈妈 大宝妈妈 发生什么事了 黑暗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 大宝的圈子都被撕碎了 我家小贝的蛋糕也被抢走了 小雪的玩具也被他们抢走了 什么 黑暗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 我就知道 你们会来找小精灵 黑暗魔王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们这么做 小朋友们会给你们打零分的 哼我才不怕呢 我看谁敢给我打零分 就是我哥哥最厉害了 小精灵 我要把你变成猪头 黑暗魔王 黑暗魔王 黑暗可可 欺负同伴是不对的 你们现在承认错误的话 还有机会 我们才没有做呢 既然这样的话 出来吧 黑暗老爹 你们 虽然我们黑暗家族喜欢做坏事 但欺负同学是不对的 你们两个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我要把你们变成猪头 不要老爹 我们知道破了 我们以后再也欺负小朋友了 这 这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我要不要相信黑暗兄弟呢